哎呦 这个欧巴真的是 帅惨了 每次看到他都 心夸怒发了 别走 他没了 都已经这么晚了 差不多该睡觉了 怎么觉得肚子有点饿呢 先来去找个东西吃 再去睡觉好了 来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呢 有冷凍的蔬菜 那来找个锅子 锅子 这锅子怎么都没洗过 对啊 直屎的妈妈不在家 就都不洗锅子了 这锅子怎么放在 那么里面的地方 我的腰 我的锅子这么辛苦 三斤半夜了 你谁这么吵啊 龙太婆 你在做什么啊 我在弄东西吃啊 老头子 你怎么起来了 晚餐没有吃饱啊 现在爬起来吃宵夜啊 不是啦 我就看玩具 想说肚子有点饿 就先来找点东西吃了嘛 好 那找东西吃就吃啊 你这样子 把这些厨具 轻轻轻轻轻的 你不怕把小朋友炒起来 把儿子跟媳妇炒起来吗 哎呦对啊 我光顾着我自己肚子饿 都没有想那么多 可是 这样子怎么办呢 我饿肚子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就想哭 我想哭你也睡不着啊 好 好 好 我想个办法 好 你先把这些锅子收起来先 收 收 收起来啊 对 小心收啊 好 小心收 小心收 好 好了 放好了 放好了 好 好 小心一点嘛 这边 我记得家里呢 就还有一个方便面 可以让你吃 就热水加一加 就不会知道什么声音了 我老头子你还真聪明啊 那你要不要吃 我帮你再泡一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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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加工食品 少吃一点比较好 尤其是对肠胃也不太好 这种时间吃也影响你的睡眠 你赶快吃吃了 快来睡觉了啊 好 好 好 那你先去睡 我等一下就进去了 好 好 这个热水 这样怎么开啊 媳妇 媳妇睡觉了 怎么办呢 不知道热水壶要怎么开 我要怎么烧热水啊 老太婆你看看你啊 干嘛又捡人家不要的东西回来呢 哎呀 我就看这两把椅子修一修还能坐嘛 你上次不是也带一个大鱼缸回来 对啊 鱼缸底部破了一个洞 水怎么装都装不满 哦 我那是啊 不是拿来装水的 是拿来种花的嘛 你看那底部破洞啊 那个水倒下去才能流出来嘛 有道理 不过你是为了这个原因 才把那个鱼缸带回来的吗 哎 老实说 不是 好好好 你先把它放着 我先把这些东西冰起来啊 好好好 哎呀 都不懂 这是情组持家的美德啊 要不是我 能够存到头七块买这么漂亮的一间房子 我的天啊 这怎么了 啊 来来来 发生什么事啦 天啊 这是什么 一 二 三 哎哟 这是什么时候买的鸡胸肉啊 我看看 我看看 两年前就过期了 怎么还放在冷冻库啊 这你买的吧 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买鸡胸肉啊 哎呀 赶快先把这个处理掉 你再看看冰箱里面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也过期了啊 好好好 我我看我看 那你去帮我把那个椅子修一修 哎呀 受不了你了 里面一点看啊 我看有个番茄间好像也过期了 好好好 我我 哎 哎 哎 大 哎呦 哎呦 还好吗 没事 没事 弟弟 没想到我们整理一下衣服这么多耶 对啊 而且姐姐 为什么我们衣服变这么小件啊 不是变这么小件 是我们长大了啦 这都还是我们很小时候的衣服啊 那你是要拿衣服去哪里啊 我有带塑胶袋 我们等一下把衣服折一折拿去回收 好啊 走吧 走吧 中啊 爷爷在修椅子哦 爷爷在修椅子 还不是你奶奶到处捡东西回来 又要我修 这又是姐来的哦 对啊 爷爷辛苦了 对啊 爷爷加油哦 姐姐跟弟弟你们在做什么啊 我们要把衣服整理整理拿去回收 什么啊 回收 对啊 你们要把这些衣服拿去回收 对啊 余奶奶你自己看 这么少件我也穿不下啦 对啊 可是这衣服还这么新耶 回收好可惜啊 可是我们穿不下了嘛 穿不下啦 我看 可是现在不是流行的什么露肚妆吗 你看 不然奶奶穿 奶奶穿 奶奶穿 有没有 老太婆啊 你穿得这么少 出去给人家看 也会难过的 我会生气的 生气气 那我不穿不穿 可是这么好的布料 也可以拿来做拼布啊 留着留着 老太婆啊 嗨 这些衣服本来就已经穿不下 要拿去做衣服回收了对不对 那不然这样好了 老太婆 你看一看有没有 你自己喜欢的哪些颜色 留下来做拼布 用不到的我们呢 可以拿去捐给育幼院的小朋友啊 或者是丢给旧衣回收箱啊 让更有需要的人 可以拥有这些旧衣服 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们就日行一善了耶 对 对 我的老狗子耶 你好有爱心喔 你看一看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好 我们赶快来把衣服摺起来吧 好 奶奶你不要挑太多 这里还有 好 借两件 桌子下这个是什么啊 这不是哥哥的美聊作业吗 怎么在下面 你那都是我捡回来的 你看奶奶又来了 这不是我的美聊作业吗 也有 这边也有耶 这么多 奶奶你怎么又捡回来了呢 我就想说我的乖孙们做的美聊作业 丢掉多可惜啊 想说留下来做纪念嘛 可是奶奶这已经用不到了啦 所以我们才丢掉了啦 用不到了 对 可是都还好好的还能玩啊 丢掉多可惜啊 还能玩吗 姐姐 没有 你看 这足球都不见了 这个坏掉了 对啊 这个也坏掉了 这也坏掉了 蛋猪也不见了 这上面本来会有一个小怪兽的 它也很坏掉 不见了 所以你们才丢掉的 对 奶奶 那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再做成别的玩具啊 老太婆啊 你的老毛病你看看你 你从昨天啊 又轻轻轻轻轻朝我起来睡觉 现在呢你又带 一直回来 又带 紙箱回来 现在还想把一些衣服留下来 别说上个礼拜那个鱼缸啊 你如果这个坏习惯啊 被儿子跟媳妇发现 我们会被念的喔 东西越堆越多 好了 好了知道啦 我也就为了帮家里省点钱嘛 我知道 那不然你知道 你跟这些他们小朋友的作品拍张照 我帮你拍下来 好 阿姨记得用你那个美图的 好 美图的 奶奶我帮你拿几个 这个要装上去 我有脸要缩一点 眼睛要大一点 没有帮你拿 这个老太婆介绍的剧 其实还蛮好看的耶 爸 嗨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 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啊 妈呢 她在房间一个人看那个平板电脑 她看得正入迷 我不开始打扰她 就一个人出来看电视啊 你看 我其实一直在想啊 那个两家人 那个男主角啊 还是她其实是女主角 她是男生还女生 你看得出来吗 爸 嗯 你电视看那么久 你还看不出来啊 他看不出来 是不是要换眼镜啊 哎呀 不是啊 如果你觉得你看不懂 我们就不要看了 转台转台 哎 怎么转掉了啊 说到这个我跟你讲啊 嗯 刚刚啊你妈在房间 让我吓了一大跳 怎么了 她刚刚看那个平板看到什么 晃晃 假崩 她就一边哭一边哭 哎呀 我以为是我哪里惹她不开心 让她哭了 我赶快快就跑出来看电视了 不是啦 爸 妈是在看那个流行的宫廷剧 是那个 皇上 加崩 蛤 蛤 那加崩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皇上过世啦 所以妈才会哭得那么伤心 你 哎 哎 我去请她吃那个餐厅的美食 都没看到感动到哭过 皇上去世 她哭那么难过 她该不会喜欢那个皇上吧 没有啦 爸你想太多了啦 她会不会喜欢别人了 没有 她如果喜欢别人的话 我该怎么办啊 那你就先吃个瓜子 笑笑气 来 吃瓜子 笑笑气 笑笑气 没事的 没事的 爸 没事的啦 你妈没喜欢别人啊 没有啦 你想太多啦 就是这些电视啊 你们常常看 它都没营养的 别看了 爸 我告诉你 现代人啊 就是太常看这个电视啊 3C产品 还好我们家的桌子 沙发跟电视有一段距离 大家的眼睛才可以保持得很好 是啊 我看那个新闻有说 现在有很多 20岁 30岁出头的年轻人啊 年纪轻轻的 就有 对 我告诉你 不只有青光眼 还可能会有 而且你常常看手机 可能还会有 而且你这样子啊 这样滑在走路 就会觉得 你好像很可怕的样子 然后又有青光眼 然后眼睛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 你知道好像那个 电影里面的丧尸啊 好可怕 那什么啊 就是你们看有一个电影啊 它有一个火车上面 载了很多的这样子的人啊 有啊 有演给你看 它就会先这样子 爸 你这样还蛮可爱的耶 那能不能用上司吃瓜子啊 我试试看 吃瓜子 可以 我以为你会这样子吃呢 好了 不要吃瓜子了 我去厨房弄点蛋糕给你吃啦 儿子我要上司那个 样口味的蛋糕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刚刚这样脖子好不舒服啊 对了 叫老太婆出来 让眼睛休息一下好了 老太婆 出来让眼睛休息一下 不要再看平板电脑了 老太婆 老太婆 我刚刚那个 老太婆还真上 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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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突然把那样耳机拿掉 害我吓一跳 撞到墙壁输了啦 可可 你这样子玩手机都不看路 你刚刚撞到奶奶了 你知不知道啊 有撞到奶奶喔 有啊 而且啊 奶奶还差一点受伤 不过还好爷爷 柔一下 看起来还是没事 可是我刚刚都没有 撞到奶奶的感觉耶 可可 撞到奶奶 还不是跟奶奶盗窃 奶奶 对不起 我是不小心的 你不要生气 有没有受伤 没事 没事 但是哥哥 你这样真的很危险耶 是啊 哥哥 爸爸问你 你是不是从学校 一路回到家 你都低着头 在那边看手机玩游戏啊 爸爸 你怎么那么厉害 对啊 你知道吗 这个设计游戏是今天才上线的 我刚刚就开始玩 我的分数就很高耶 对了 重点是我都没有撞到的人 很厉害喔 这样子很危险耶 对啊 哥哥 而且爷爷不是记得 你学校前面 校门口就有一个 好大好大的马路 很多车子来来去去的耶 如果你不小心 被车子撞到的话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会很难过的 爷爷你太操心了啦 我已经长大了耶 而且你说的话我都有听喔 你常常说啊 马路如糊口 游戏危险多喔 所以呢 我过马路的时候 都有睁大眼睛喔 你看 我现在很平安 可是哥哥 你刚刚是不是说 你都一直低着 投玩手机游戏啊 我告诉你 很多交通事故就是因为 开车或者是走路的人 都在看3C产品 那这样子呢 可能会危及到 自己的生命安全 也可能会波及到 别人的生命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耶 爸爸 我下次会注意 好 一定要注意 知不知道 往前了 往前 坐下 左边啦 又有一个自偷螺网的小女孩 刚讲完一个又来一个啦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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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爷爷 我这个游戏是连线的耶 如果我关掉的话 我的队友就会输啦 那你应该在楼上 先玩完再走下来啊 你这样子边走边玩的 还好你没有撞到桌子或椅子 受伤的话 那可就不好了 不是喔 对啊 姐姐啊 刚才你爸爸才在念哥哥说 边走路边玩手机 刚刚还差一点撞到奶奶我了 撞到奶奶喔 奶奶 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 没事 刚刚经过爷爷的 已经好了 好险 没事 没事就好 好啦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一直低着头看这些山西产品 而且可能会造成近视眼 没错 你看 像哥哥这样子啊 就近视了眼镜这么大一个 耶 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近视啊 嗯 你不是戴着眼镜吗 哥哥 好 哎哟 爷爷 这个不是啊 你看 嗯 你的镜片跑得大去了 哎哟 爷爷给我喔 这个啊 是很流行的造型眼镜 我是戴帅气的 啊 原来是这样 是啊 你看哥哥戴帅气的 表示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貌 所以呢 如果你常常看这些山西产品 可能会造成青光炎 青光炎 然后你还要戴眼镜 有近视眼 对 这样子可能就不好看啦 对 那我不要 因为爸爸跟妈妈把我眼睛 剩得这么漂亮又这么大 我才不要戴眼镜把它折住 是啊 所以呢 我们不要常常看这些山西产品 而且啊 看电视 或者是看这些电子产品啊 每看三十分钟 一定要休息十分钟 知不知道 知道 所以我们要 巨当低头族 巨当低头族 生活才满足 生活才满足 我们来做那个眼睛运动好了 好 这我也会 我很会 怎么做 这么做 来来 我们先把眼睛看上面 看上面 好 看下面 看下面 看右边 看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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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眼睛动不是头动 眼睛动 眼睛就好了 眼睛就好 动眼睛 好 我要动奶奶 动动眼球 转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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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张还是逆十张啊 都可以 換边转一圈 我这个 你们能不能斗鸡眼 我可以 两颗眼睛看旁边 怎么看啊 来 试试看 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 老头上 眼睛张最大 眼睛看着你爱的人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大秋真的是好热啊 我回来了 爸爸妈妈回来了 该不会没有人在家吧 这么热的天气 就一定要偷拿冰棒来吃啊 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耶 冰冰凉凉的 平常只有妈妈说可以吃才可以吃 今天是妈妈不再这样做吃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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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上一次那个隔壁的老王介绍的这个 这个剧还蛮好看的 看着我现在腰痠背中 哥哥回来啦 爷爷 你们在家 我们刚刚在看那个隔壁的 王先生介绍的那个剧 哇好精彩喔 演到了 忍得 哥哥你怎么了 怎么了 哥哥你是腰扭到了是不是 要不要让爷爷帮你揉揉 我帮你看看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腰很好啊 那你手上在拿什么 爷爷看看啊 爷爷 没有啊 我看 爷爷看一下 有这么严重 翻不... 没有啊 你手好大 对啊 也没事 没事啦 另外一只手啊 来 奶奶没有啦 奶奶 老头子帮我一下 奶奶 奶奶 没有啊 你看 对不对 我知道了 这只也要搬 我抓住 爷爷 没有啊 没东西 我们想太多了 对啊 对啊 你们想太多了 可可啊 好帥喔 爷爷奶奶 爷爷记得 妈妈不是有说过 你要吃冰棒的时候呢 要先问过她 要经过她的同意吗 我知道啊 可是我今天去打篮球 太阳很大 我很热 流的都是汗耶 然后就想说 爸爸妈妈不在 才偷拿来吃的 哥哥 就是太阳大很热 才不能马上吃冰 你这样对血液循环不好 对啊 拜托 拜托爷爷奶奶 就一次 帮我保密这一次就好了啦 拜托 老太婆 你怎么看啊 可是我怕媳妇跟儿子 会生气耶 会生气耶 拜托啊 爷爷奶奶 好 好 狗狗都这样说了 那就一次 一次 一次喔 一次 一次 谢谢爷爷奶奶 我就知道你们对我最好了 救命 救命 下次不可以了 不会 再次帮你保密 谢谢 快吃要融化了 对 我们回来啦 回来啦 回来啦 自己回来啦 回来啦 爸爸 爸 爸 妈 你们在家怎么没有出去啊 天气热 没出去啊 对啊 爸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冰的啊 我什么时候开始吃冰的 今天 今天 刚刚 你平常不是都不吃冰的吗 怎么会突然想吃冰啊 对啊 平常不吃冰 今天想吃冰 因为外面天气热 拿了冰棒心情就会很快乐 很快乐 很快乐 口渴 你们两个太奇怪了啦 很奇怪嘛 超怪的 平常都不会这样子啊 怎么天气一热 整个人都怪怪的 有吗 对啊 爸 妈 你们不是平常都不吃冰的 尤其爸 骨头不好吃这个 万一寒气滲入骨子里 更难好了 那没关系啦 我就算不吃冰冰冰凉凉的这个冰棒 也可以拿来练双结棍啊 害怕要练身体 不要玩食物 对 老婆 赶快把冰棒拿去冰 好 我把它收起来好了 小孩子很爱吃 留给他们吃 好 留给他们吃 对 谢谢 好啦 哥哥 赶快写功课喔 两个老爸剪招 好 爷爷奶奶 你们刚刚怎么突然就数来跑 然后奶奶那么紧张 我们差一点就露出酷炭 被发现了 爷爷碰到不能解决的事情的时候 就想数来跑啊 奶奶不知道奶奶就 不常发生这种情况 紧张啦 他至少没有被发现 还好 爷爷你好厉害喔 爷爷是极致割王的 我们爷孙三人 成功 原来是按道静音 难怪想说没声音 你们刚刚起起 主厨太大声了啦 我一直想说 怎么会有声音在这边 然后电视又没声音 你们在讲什么啊 我们刚刚 饿死了 爸爸我打球打一整天回来 我肚子上好饿喔 对 我刚好奶奶 看好两个人一天都在看剧 饿死了 好啦 饿死了 哥哥 您赶快把作业写完喔 好 然后妈妈再做饭 待会呢 妈妈会给你 我们刚刚在菜市场 买的冰棒喔 你不是最爱吃了吗 爸爸 你最懂我了 yes 妈妈 赶快写完 写完就可以多吃一支冰棒了 多吃冰棒喔 多 等一下 哥哥 什么叫做 多吃冰棒啊 你今天吃过冰棒了吗 我干嘛你爷爷的脚啊 我爷爷的脚 怎么了 我不知道 老公 老婆 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 不要怕 我刚刚把那个冰 冰回去冷凍库的时候 发现我们不是买了五支吗 对 里面是三支 要不是有小偷或是老鼠吃了冰棒 就是 可能是我们家的小宝贝 没有经过爸爸妈妈同意 就偷吃冰棒喔 我在想一定是有人偷吃 因为啊 妈妈我告诉你 刚刚爸跟妈 还有哥哥在那边 奇奇怪怪的不知道 在说些什么 我想哥哥啊 你一定有什么事情隐瞒 爸爸妈妈对不对 诚实地说出来吧 那爷爷没雨 爷爷没头饭 好像也满不住了 说实话 好像说实话 说实话 对不起 其实冰棒是我吃的 爷爷没有吃 是我要爷爷帮我保密说谎的 为什么要偷吃冰棒 说谎呢 妈妈 我就想说今天打球很热啊 流得满身是汗 你们又刚好不在家 所以就想要偷吃冰棒啊 对啦 不是他的错啦 是我们不应该啦 我们不应该帮他 联合保密的 对 哥哥没事啦 爸妈 你们也不可以这样 这样会宠坏小孩的 要是哥哥养成了 习惯性说谎的这股行为 以后动不动 就要你们帮他保密 这样不好吧 而且这样子孩子都会觉得 如果他们做错事情了 都有爷爷奶奶把他们顶着 这样子他们会得寸定池 爸爸其实还好啦 对不对 这个只是偷吃冰棒嘛 又不是出去打架 对 小事 小事啦 偷吃冰棒是不严重 但说谎够严重了吧 做人要诚实 就算犯错了也要勇于承认啊 你自己偷吃冰棒 却推卸责任到爷爷奶奶身上 这样也很不好喔 妈妈我知道了啦 爸爸对不起啦 我下次一定会经过你们的同意 才去冰箱拿东西吃 也不会要说谎了 对不起 这样很好 哥哥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这样就对了 下次不可以再犯了 知道了 而且啊 哥哥 你害得爷爷奶奶为了要替你保密 心情变得好紧张喔 你要跟你爷爷奶奶说什么 爷爷奶奶对不起啦 让你们为了帮我保密 才跟爸爸妈妈说谎那么紧张 对不起 我下次不会了 哥哥没事啦 爷爷奶奶也有错了 下一次呢 如果看到你没有经过爸爸妈妈同意 直接去拿冰棒的话 我们会勇敢地制止你的 哥哥 对 好 制止你 那要温柔喔 好 那哥哥 你赶快写功课 然后今天呢 就惩罚你不准吃冰了 可以明天开始吗 不行 本来就定好规定了 一天只能吃一只啊 你今天已经吃完了 好吗 没电了啊 几号电池啊 爸 我回来了 爸 回来啦 今天菜市场好多人喔 爸 那你买了什么啊 我买了好多好多新鲜的水果呢 都是当季的喔 小朋友回来一定会很喜欢的 是啊 辛苦了 不过我看到人家有在发这个 才艺班的传单耶 好多选择看起来蛮好玩的 不知道我们家小朋友 会不会有兴趣 是啊 我看看 我看看 爸 你看 谢谢啊 我以为像是才艺班要学的 可能像是钢琴啊 或小提琴的 现在连作文 还围棋 也有才艺班啊 对啊 而且还不便宜 对啊 哪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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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就是啊 我们班的小华游泳 超厉害的耶 爺爺你知道吗 那个小华还代表 学校去参加游泳比赛 的第一名喔 这么厉害 对啊 爺 可不可以去学游泳啊 学游泳嘛 哥哥的篮球这么好 运动神机跟爺爺一样棒 游泳一定难不倒你的啊 爺爺 学 妈妈 那哥哥要学游泳 我也想要学游泳 你也要学 可是你不是怕水吗 每次洗头水 弄到眼睛就在那边哀哀跳 对 爺爺我每次经过厕所 都听到你在里面叫 那我爺爺妈妈 那是我小时候 我长大了 那学会就不会怕啦 拜托妈妈 让我去学啦 如果你们两兄弟已经下定决心 要学习这项新才艺的话 我当然会支持你们啊 好 谢谢妈妈 不可以拜苦而非 我回来啦 好 回来啦 辛苦啦 儿子 亲爱的 亲爱的 慧宝贝 妈妈 妈妈 跟你说 刚刚妈妈答应 让我跟弟弟去学游泳 弟弟也要去 智慧也要去 好 既然你们都要去的话 但是爸爸要先提醒你们 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游泳之前 一定要做好暖身运动 才不会抽筋 好 没问题 YES 很好 那老公 他们学游泳的学费 很简单啊 用你的私房钱嘛 用你 你老公我的私房钱 让他们去学游泳就好啦 YES YES 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不客气 不客气 你走 我们去写功课 好 宝贝 游泳课好好学啊 没问题 YES 来 哥哥写作业 写作业 中间辛苦喔 不会 不会 让我出 让我出就好啦 当然是要你出 我又没上班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有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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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点了 好厉害喔 你们看那个游泳选手啊 菲尔 鱿鱼丝又拿第一名 爸 人家叫菲尔 普斯啊 而且他可是世界冠军呢 哦 爷爷 我以后啊 也要跟那个世界冠军一样 成为世界第一 哥哥 如果你是世界冠军的话 那爷爷我 我不就是 冠军的爷爷了吗 冠军爷爷 我冠军爷爷 冠军爷爷 对了 哥哥 弟弟 你们学游泳 学得怎么样了 爷爷 不是我在夸奖自己 你知道吗 我在学了第三堂课 我现在换气跟漂浮 我都已经学会了 等一下我们要学第一次堂课 爷爷我跟你说 哥哥学会的 我也全部都学会了 弟弟不错 客服了对水的恐惧 爸爸给你一个赞 谢谢爸爸 爷爷也给你一个赞 弟弟 爷爷经过厕所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 我今天就长大了 我很棒吧 我们都很棒 而且你们知道吗 教练有说 我们要在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要办游泳比赛 而且前三名有小礼物 所以我一定要努力 我要得到第一名 哥哥若是第一名 我就是第二名 好好的加油 爺爺奶奶爸爸妈妈 都会一起帮你们加油 当你们的应援团 Yay 恭喜你 好了... 两位宝贝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爸爸 載你们去上游泳课 好 怎么做 好 恭喜哥哥带好 哥哥要记得要挖劲 有 有没有带 有帮我们带 好 妈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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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好 不是 这次不是要多加一点 其实还好啦 因为我最近去餐厨厨厨 拜拜 爸爸妈妈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好 来 哥哥弟弟坐下来 辛苦了啊 今天学游泳课学得怎么样啊 爸爸 爸爸 今天那个教练啊 教那个什么 蝶式 好难喔 对啊 我今天一直沉到水里面去耶 游泳好可怕喔 弟弟 我们不要学了啦 对 不要学了 爺爺 仰视登场 爺爺怎么听到有人说 不想学什么的啊 哥哥 爺爺 之前不是游泳学得很开心 很好玩吗 爺爺 是真的很开心啊 可是这一次教练教太难了啊 不想学了 是因为教练教得太难 不是因为游泳的时候 喝到游泳池的水 不想学啊 爺爺 我很认真 很厉害好不好 才没有喝到水了 可是就是因为不会 所以才要去学习啊 而且你有答应妈妈 这一次要持之以恒 不能这样子就轻易放弃吧 没错 哥哥 你上次也答应爸爸要去上书法课 可是你也上了几堂之后 说老师教得太慢 太难 你都不会 然后就半途而肺不学了 还有 朱辛酸那一次啊 学费好贵喔 你也是上了两堂就不想上了 说好无聊 算盘你不会用 对啊 你有放弃了 这 可是这次不一样哦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 那个隔壁班的小华 才学一次 就学会教练的蝶式耶 这样我就不能得第一名了啊 哥哥如果不是第一名 我就不是第二名了耶 我就会变第三名 那我也不要学游泳了啦 哎呀 哥哥 弟弟 你们两个怎么这样子呢 爸爸知道你们两个的问题 出在哪里啦 蛤 我们的问题 爸爸我们很认真学 是教练教太难了 不是 是你们的抗压性太低了 每次遇到一点点挫折 就马上要放弃 是啊 如果你说教练教太难 那你就多练习几次就会啦 我告诉你 游泳这种东西就是要持之以恒 压力一定要去克服的 这才是你们未来成长的动力啊 对不对 知道了啦 爸爸 你说的没有错耶 就像我学篮球一样啊 三分球一开始投不好 多练习就投得很准了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爸爸 我会再努力的 是啊 哥哥 如果你觉得游泳很难的话 你可以问爷爷啊 爷爷以前可是游泳比赛的冠军耶 爷爷 真的吗 好厉害喔 那都是成年往事啦 儿子你提着做什么呢 不过爷爷我的确 自由式 养式 挖式 爹式 每一个是爷爷我通通都会喔 爷爷干过你都得第一名吧 都是老人会第一名啦 那爷爷明天游泳课 你可以陪我们去吗 当然没问题啊 那爷爷要把我的衣柜里面的 游泳三脚裤给拿出来 吓你们一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爸 如果你要去报名游泳课 我可不帮你出报名费喔 我找老太婆拿私房钱 拿他的 不过游泳一定很耗费体力 你们饿了吧 不早饿 妈妈 妈妈 你赶快去做饭 待会要多吃一点喔 妈妈 我要吃咖哩饭 可以吗 好啊 请不吓咖哩 可以吗 我可以摁摇 到你 Cay上去 你真的找到了 可是我用了 这符 你真的听到 你真的帮你